探索科学 新知识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 要带你来看海豚沟通的方式新发现 过去科学家都认为 海豚是透过声音来沟通交流 传达感受 不过苏格兰最近的研究发现 海豚竟然还能透过尿液来辨识同伴 不过海豚其实没有什么嗅觉 因此科学家认为 海豚的手头上可能尊有未知的感官细胞 这项研究也让科学家 对海豚的沟通方式 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可爱的海豚一要回上 一会儿兴奋转圈 一会儿又开心跳舞 过去科学家都认为 声音是海豚沟通的唯一方式 但根据苏格兰最新的研究发现 评比海豚竟然还能够透过尿液 来辨识同伙 从尿来传递讯息 在陆地动物其实是蛮多 但这个尿是借由嗅觉 就是这尿的味道来传递 那因为海豚没有怎么嗅觉 所以我们就认为它不可能是由尿来传递 所以它也许它嗅觉的感觉 是移动到这个味觉 用味觉来传递这些动物的情绪 而这项研究不只证实了海豚全新的沟通方式 更意外地观察到它舌头上未曾被人类发现的感官细胞 海豚被认为只剩下苦这个味道 但是今天这个研究很特别就是说 难道这个海豚的舌头附近还有一些感受器 是除了苦这个味道之外 它还可以侦测一些小分子 除了透过尿液便是同伙 海豚之间又是怎么透过特殊的海豚鹰 沟通交流的呢 自育员将鱼造型的物品丢入水中 紧接着让海豚转身潜入水底 透过水底收音机可以清楚地听到 海豚发出的两段声音 哇 要不觉得很厉害 胜利找回来了 不到20秒钟 海豚游出水面 胜利地完成任务 原来海豚拥有一套厉害的声纳系统 透过气孔鱼额龙发出震动 将声波送出去之后 再经由下发接收谈回声波 借此获得远方物体的资讯 这种回声定位的方式 不只能够让海豚间沟通对话 还能够找到同伴和食物 在海豚的鼻孔前面有一块脂肪 它的名字叫做鹅龙 就是鹅头龙起的这个部分 那这块脂肪它的功能就是让这些声音 很像是我们的那个大声工一样 或是传声筒 把它这个声音从很宽的角度 把它集中到比较窄的角度 然后集中它的能量往前传出去 根据科学家统计 目前已知 海豚能够发出超过200种声音 不同品种叫声也不一样 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豚虎鲸 由于体型庞大 声音比较低沉 属海豚体型较小 音频较高 而屏比海豚则是拥有中高音频 白海豚则会发出 哒哒声和口哨声 这种特殊声音 不只具有沟通交流 目标定位的功能 还能够传达海豚的心情 甚至代表自己的身份 在每一段 你前面都会放一个特别的 代表自己的声音 或者是在最前面跟最后面跟中间 都有可能会再出现 来重复来强化这些事情 所以很有趣的是 在研究海豚语言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好像是在研究一种 外形生物的语言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概念 传说中的海豚鹰 至今仍让许多科学家 摸不着头绪 如今又发现了 海豚的舌头上 具有未知的感官细胞 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 能一步步揭开 海豚的神秘面纱